来关注上海国际车展 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已有20个年头 在本届上海国际车展上 自主品牌的电动化 正在技术规模等方面全面升级 两天的媒体日 多款自主品牌新能源概念车亮相 不仅是设计上 以及采用的固态电池 超级快充 高等级自动驾驶等新技术 都令人眼前一亮 从虚汉理上来说 从早期的150公里 现在可以做到700公里 未来可能做到1000公里 这样从充电的时间 我们15分钟可以充到 续航的人可以做到250公里 另外从能耗技术 也必须有很大进步 不仅是技术上全面升级 有些自主品牌 甚至做到了全新的电动化定位 今后的发展方向 是向一个智能低碳 出行科技公司转型 这是我们从战略上来确定 两大全新的电动汽车产品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将推出26款全新的产品 再看市场规模 中国自2015年以来 连续位居全球新能源汽车 产销第一大国 每年占据全球市场的50%以上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引发多个自主品牌 加大投入 汽车行业 从整个的 整体的技术进步角度那样 减少碳排放 这是一不容辞的 现在我们更加地追求电动化 在2025年 也就是14、15期间 我们会达到国家的 要求的新能源汽车 也就是电动化汽车 超过20%以上 这个速度实际上我们在加快 感谢观看